好 先是河 河南长沙太平街商圈比平常的周末更拥挤 因为马前总统来了 一楼的热情不够 还有民众在二楼等候 连长沙著名的首摇影店 有排队民众看到马英九来了 也干脆不排了 这让随护很紧张 但马前总统则是随和的 用长沙家乡话跟大家问好 马前总统逛了长沙太平老街 当地人建议我们来这边一定要空着肚子 因为美食很多 现在假日晚上可以看到相当多民众在这里逛街 马前总统到了时候更是急得水泄不通 现场热情欢腾 但在微博上大陆网民的回应就比较复杂 有人同样欢迎台湾前总统回家乡 但也有人质疑 现场这些都是临时演员 还有人说不稀罕他来 别太抬举他 为根究底是有不少大的网民质疑 前总统马英九并非真正的统派 同样在微博上歪楼的还有这一场 马前总统2号下午参访湖南卫视录节目 现场互动温馨亲切 在微博上就有人调侃说 以综艺节目闻名的湖南问世果然是煽情第一 情怀拉满 还说电视台高层够厉害 可以去接统战部长了 约40分钟交流中 两岸学子就传承中华文化 升学就业创业等话题 展开热烈讨论 相对于现场民众的热情 还有官方媒体四评八稳的报道 微博上总能秀出另一种大陆民情 TV新闻程序玉林敏珍湖南长沙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